好 大家好 我是溜逼 9月份的新剧吐槽来了啊 第一个就是国子监来个女弟子 这个剧这个男主乍一出场 我还以为王大锤来演这个古偶呢 开场是我们女主啊 美女就美女的戏码 要不是他开头找那么几步道 我还真以为他没长脚呢 国偶剧标配嘛 战术等此 这第一集搞这种烂活也就算了 他第二集他继续来 第一集我们女主隔着几百米 能飞奔过去把这人救了 到他自己了哈 哎 他跟别人逛街呢 又有马车跑过来啊 要不是这些路人 闲停信步的走过去 我还以为这也是静止画面呢 你们从小对马车是有PTSD 是什么的啊 这个剧讲的是我们女主桑姐 因为白月光格格的遗愿 想进国子监读书 哇 要像一个男人一样 考取功名 建功立业 英姿萨爽 立志要做国子监第一女弟子人设 听上去还挺唬人 那他怎么进去呢 啊 是因为读书好吗 不是 是因为撒泼打滚 求太尉老爹管皇帝要的圣旨 破例让他进国子监读书 哎呀 好立志啊 我帝家在罗马啊 台博和尚呀 那里有我的亲爹 台卫高管呢 他咋过的这个入学考试呢 是凭真才实学吗 也不是 是找舔狗男儿开的小赵 他进国子监以后 有好好读书吗 还是没有啊 第一集他跟女儿打个赌 说要给男主送合本 于是从进校门那天起 他俩的日常 就是女主天天追男主送合本 他追 他逃 他逃 他追 他们都插刺南非 反正就是谈恋爱那点事嘛 那你像陈千千那种的 整个什么谈恋爱的 不就完事 何必整这种什么高大上的人设呢 后面啪啪打脸啊 女主开场说 哎 我是从来不以身份高低 论这些东西的 好一个不论强权的女主啊 结果自己靠过爱心进学校 不喜欢男主的时候 跟女三说男主坏话 说这种男的根本不值得你爱 喜欢上男主以后呢 又跑到你面前宣誓主权 像结了绿茶 跟这个暗恋笑丑的闺蜜说 哎呀 其实笑丑也没啥好的 他傻 你看我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第二天全学校都知道 他跟笑丑好了 回头还得跟闺蜜解释 哎呀 这感情这事 真没办法说清楚 绝绝子的亲姐姐 绝户子啊 女主的人设和演技 基本是复制粘贴陈千千 但是国子间的剧本 跟陈千千之间 也就差一百个与君哥吧 模式化的演技 出自烂照剧本 就是烂剧 这个男主追坏人 撞上女主洗澡那块 就这种剧情 搁韩国都能深移了 你知道吧 你拿这个剧本上厕所 你都闻不着臭味 因为他比这个厕所还臭呢 哎呀 剧情烂就算了 你看看这个竹脸 你这个假花 这个现代发型 你塞外回来的 你就能染个离子烫啊 这一半黑一半黄的头发 下一部啊 君九龄 省留一点说啊 这也是个烂片 但是他烂的要比上一部啊 烂的有点花样啊 就是没那么平反的烂 还烂出了点出圈是吧 本剧胡的一笔 唯一出圈就是这个男主的颜值 让大家的审美观 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这剧情非常的魔幻 这个女主是公主 在大婚的典礼上 狼人自贸 怒赐心地 嗜兄夺位 然后拿了一把小刀 就要当场杀了人家 你这个智商 你杀得了谁啊 老铁 你是从小吃核桃 都不吐壳的呀 果然他就被抓了 这皇帝 他老叔 还替这子孙去找补呢 夸他冰雪聪明 圣老爷 你这脑袋是划死了 是吧 你要拔死地瓜吃多了 当天晚上 这女主的神医师傅来劫狱了 神医的女儿 就穿着公主的衣服 假装成了当场自焚 一边正着走猫步 一边正着念内心独白 哎呀 我们家呀 受你们家世代大恩 我就是来报恩的呀 你快走吧 我必须要早死在这 就那个速度 我跟你说 你现在打妖妖酒过去 都能给他救了 就有这公主 他们就不跑 就必须在这死 这神医更得 只用了一晚上 就把女主整容成 自己亲女儿的样子 这你妈不是古老剧 是科幻剧眼 都不需要恢复的是吧 当天晚上 我们神医就马不停蹄 的给自己摔死了 死之前还讲述 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呢 说我为啥死呢 我因为采花 我采花以后太激动 从悬崖上掉去了 好了我说完了 你摇人吧 然后我们女主就活生生 把她师傅给摇死了呀 女主就这样 从九龄公主 变成了神医之女啊 叫啥 君珍珍 女主呢 肯定要去复仇啊 复仇得有靠山呢 她就跑去找这个 君珍珍她老了 听说君珍珍 本来跟这个宁家有婚约 但是人家看他们 现在不是没落了吗 就想毁婚 我们女主一顿嘴炮 换来了五千两的补偿金 三句话 让六巡老太给了我五千两 我是一位很善于 让人给我花钱 精通人性的女讲师 这个女主 后来被这个男配调戏嘛 我们男主就闪亮登场 英雄就美啊 她下来之后 这个表情和男配的表情 我感觉男配的下一句 应该是 少爷这个妞真不错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原来我后面的剧情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呀 第三部是 程序员那么可爱 看名字就知道了 这句就是来黑程序员的 故事开始 我们女主因为应聘的公司 不要女程序员 所以决定剪短发 女扮男装去面试 老妹你不如直接剃个光头 众所周知 这程序员都是没有头发呀 女主呢 这个闺蜜就说 剪什么短发 直接戴个假发不就完事了 然后她就戴着个假发 哎 画着全套的装上去喝咖啡 眼线 甲睫毛 口红一样没少 就这 还能被这个服务员当成是男的 这开场剧情就这么智障 哎 你真对了心 你2.8的高分 男主呢 正好在他背后相亲 哎 故意激怒了相亲的对象 激发了对面被动泼水的技能 哎 我们男主一躲 你猜怎么着 我知道你们都能拆到 啊 就啃他一脸呗 啃我们女主一脸 我们女主一看 哎呀 这不是我二点多年的学长吗 我女扮男装 筋骨死 就是为了他呀 哎呀 这个偶遇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哎 那你应该叫程序员啊 是吧 女主呢 跑去面试 全公司都瞎了 把他当男的 进了个女学所 还被一群女的围攻 哎 面试的时候说 自己多哪 多牛逼 我就很好奇一件事 面试都不看证件 是吧 HR一看身份证 啥玩意都白打了 什么伪装都没用 编剧是怎么做的呢 他让这个HR变成了花痴 因为女主的男装 过于帅气 证件都不看了 那你入职以后 怎么发工资 怎么交社保 怎么体检呢 你们这公司 是做降制APP的 是吧 下载以后自动变傻 那他俩咋谈恋爱呢 哎呀 我们女主 为了不让男主 看到他的真面目 就跑去游泳池 一个猛的砸进去 我们男主 这时候英雄就美 女主挣扎剑 就踹了男主的鼻子 然后男主 对他的印象 非常的深刻 爱上了他 哇 这就是传绒了 蹬鼻子上脸的升级版 蹬鼻子上头啊 下一个朋友 你在中二期 写过玛丽苏小说吗 你青春期 幻想过英俊的 混血王子 爱你爱到无法自拔吗 能够呼风唤雨的 九天龙女 是你的情敌吗 你有没有想过 初中日记里的 幻想情人 有一天会打破次元壁啊 跑到现实世界里 跟你来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吗 我的巴比伦恋人 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当小说里的人物 正是巴井 练的那种中二的台词啊 真是有种 莫名的无厘头啊 12岁写在日记里的 巴比伦王子曾经了 直接在女主 24岁生日宴上 散亮登场啊 死活要跟他谈恋爱 这不就是 玛丽书文学 照进的现实吗 这王子行啊 这王子啊 这王子破墙而入 扛着就走啊 第二天女主刚醒 这哥们又着腰啊 这王子啊 这王子属哈士奇的 跟这个 居委会大妈 切磋剑法 给人家手机都给劈了 大妈带着闺女 闲事得要点补偿啊 在女主家里边 王子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什么叫无差别攻击 大妈这 赔偿也不敢要啊 落荒而逃啊 为了赔礼道歉 王子死出了 他们那儿最高的礼节 用口水洗脚 这一言不合就洗脚 你这什么鬼啊 洗头小哥若报了 洗脚王子才是 永远地神 来的还不止是 巴比伦王子 一直爱着我们王子的 九天龙女 标准女配也来了 还有啥都没有 就有钱的古批 这词有点烫啊 怎么古批的 啥都没有 就有钱的 古巴比伦 四位长男二 这仨主团来了啊 还一直把日记中的 中二台词挂在嘴边 大上帝朗读啊 如无人之敬 人类的悲喜 可能并不相通 但是人类的尬点 他总能共同啊 为了寻找真相 我们女主就回到老家乌山 寻找献说 那这里边还扯到了 我们男二断水流大师兄啊 这哥们儿 是我们女主小学时候的 同班同学 当年那本日记 据说是让他给烧了 其实没有 实际上这伙计 是这日记的中石书粉 而且从小就喜欢 里边那个九天龙女啊 所以当他看到了 九天龙女的真人以后 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他 顺便来了个小表白 你叫我一妈 12岁的女主 满足自己幻想的同时 还很大方的在日记里边 给闺蜜写了个男朋友 就是这个富可帝国的 思维长欧阳文山 思维长日常 就是给闺蜜买买买 俩人对话也是相当的尴尬 巴比伦恋人 是我近期看到的 最佳爱情剧了 沙雕又上头 着实让我抛弃了 对这类剧的偏见 特别是对这个女主小时候 她这个心路历程啊 和这个闺蜜感情的刻画 非常的细腻 喜欢这类风格的同学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句 感谢大伯们收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